中國大陸有非常高比例的稀土 但是除了加拿大之外 現在連澳洲都加入 相關的這些反制 澳洲的政府下令中資 要減持他們稀土的 礦商的這些股權 而且時間給得很少 60天之內就要出售8000萬股 現在澳洲的財政部長 財莫斯講預銷基金 中國大陸這個 他們跟世間關係企業必須要出售 或者處分西澳洲稀土開發商 北方礦業這家公司的持股 照片上這位吳涛 他就是這個預銷基金 在新加坡註冊 實際上是由中國濟南 預銷集團董事長 照片上這位吳涛來控制 中國控制了全世界 高達70%的稀土開採 還有90%的加工產能 影響力自為關鍵 中國大陸的國安部最近也有一個 宣示的動作 凡是走私這些稀土的 我們都把你列為威脅國安的 所以現在世界各國對稀土 非常非常的care 就是因為主要是要用來 鋒利渦輪機 電動車 還有國防工業 之前加拿大其實也針對了 中國大陸三家的中企 要求他們對稀土 相關這些礦業的股份必須要撤出 還有另外一個事情 現在大家也看到 我們這個人型機器人 大陸的京東平台 居然開始賣這一些人型機器人 大家有沒有覺得有點恐怖 大家講AI 講人型機器人 不是在發表會上而已 已經在平台上面買得到 而且他影片你看這些 可以開寶特瓶 可以耍棍 然後怎麼踢它 它都不會倒 甚至他們連那個蛋 蛋那麼脆弱 他們都可以輕輕夾起來 不破壞這一顆蛋 所以他們現在能做的事情 越來越多 像這個新台幣45萬 就可以直接在京東的平台上面賣 還可以做這個 這是幹嘛 這個拍恐怖片 這個45塊錢 什麼都可以做得到 還記得嗎 馬斯克 特斯拉的指揮 之前還講說 他要壓到美金2萬 也就是新台幣60幾萬以下 才有可能普遍應用 當時大家還唱衰說怎麼可能 但現在已經有了 45萬 什麼都還做得到 還有包括我們看到 有一個機器人叫Ketra Ketra就直接告訴大家說 我最喜歡取笑人類 來看這一段 所以你為了玩笑嗎 Ketra 我會把你搞笑的 狠狠人類像你 我喜歡把人類搞笑 然後罵他們 你還想知道什麼 好 我不知道為什麼 要特別介紹這一段說 我的興趣就是羞辱人類 請教兵哥 我覺得現在就是 以美國為首這些西方國家 因為他們知道 全世界的稀土資源跟開發能量 幾乎都掌握在中國大陸手中 所以他們一定要遏止這個東西 不然的話 因為稀土關係到 現在所有的高科技產業 跟幾乎所有的工業 都必須要用到 因為稀土的範圍其實 還有武器 國防武器也是 都有 全部都有 所以這個範圍是非常廣泛的 如果他們在稀土方面 沒有辦法激起直追的話 那他們就根本不可能 競爭得過中國大陸 所以他們想出來一種 最惡劣的方法 什麼方法 就是你來投資 你的技術力來開發對不對 好 你可以滾蛋了 我全部接收 其實他們對TikTok也是這樣 就是你開發好平台 全部人受歡迎 你把股份給我賣掉 所以澳洲加拿大是這一招 他們現在就準備用這一招 但是我覺得 這些中國大陸企業 不會這麼容易就範 他大概會跟他打官司打到底 這個會很扯 像TikTok 拜登已經簽署了命令 那可是那個周壽之 他們就是說我要跟他打官司 而且他絕對不會出售他的股份 他扣的那個帽子那麼大 國安這個理由 他們打官司會贏嗎 他們現在要打的憲法官司 他的修正案第一 第一案 言論自由保障 因為這個已經很基本的違憲了 因為美國跟加拿大這種做法 基本上現在跟強盜沒什麼兩樣 你跟我不講其他 我是講稀土這個 相關的這些法律訴訟會有用嗎 其實我覺得有沒有用這個再說 但對這些產業來講 就是他在打官司的這段期間 他會先申請一些 讓政府沒有辦法直接 先把他壓制住 然後他會把他自己最關鍵的一些技術 還有一些東西 先趕快分散到其他地方 不要在那邊受害 我覺得廠商各有打算 至於機器人這個東西 其實我必須說 現在的整個AI智慧工程 還有機器人的發展 是超乎我們想像的快 因為你只要一旦有市場 有人願意去做 那個發展就會變非常快 因為以前大家覺得機器人看起來笨笨的 只要能夠走路就已經很厲害 踢他兩下他就倒了 對 那現在是什麼奇奇怪怪知識都能做 那甚至人類做不到的東西 他也能夠做到 但畢竟目前這些都還是有點在 辦實驗的狀態下 我認為只要給他假以時日 一定發展會非常驚人 好 我們更多話題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大家好 我是謝亞洲 拜託請大家拿出手機 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檢查一下 因為聽說有些人按這個訂閱之後 之後還會跑掉 你檢查一下 看訂閱還在不在 如果你已經訂閱沒有關係 你周邊的親朋好友 幫我們拉拉票 請他們也訂閱 而且要幫我們多多分享 謝謝 謝謝 拜託 拜託